哈喽大家好,这里是老公 今天我来给大家测评一下乐乐茶的吐司 我买了无重口味的 今天来给大家测评一下 简直幸福了 和声会又开了第二家枕头吐司的店 打折,乐乐茶大户怎么能错过呢 具体的名字我忘了,就是大概说一下 这个是爆姜巧克力 桃子的,菠萝的 这个我特别期待 谢谢烧吐司 烟熏鸡肉 先来烟熏鸡肉 好尴尬呀 切个啥也没有 在角落里有一块肉 起来了 有了 好吃 反正这个鸡肉不是很柴 有股黑胡椒的味道 面包体甜甜的,很松软 上面的那个最表层的那层沙拉酱也特别好吃 没有馅儿,面包体吃也挺好吃的 来切一个谢谢烧吐司 这我切深点 我怎么会切呢 切一袋白切一袋白 绝了最期待的一块 这也太好看了吧 好吃 这里边有肉松 你不知道能不能看 这一块鸡肉 就那种 那个丝丝 应该是肉松 肉松和蟹肉混在一起 幸福肥 绝了 这个鸡烧吐司太好吃了 你一定要尝试 蟹肉跟肉松完美结合 再配上上面的沙拉酱和海苔碎 碧眼露,桃子的 太好看了吧 这应该用火龙果的汁调的色 这个火龙果调色这块竟然是糯米的 上面这块乳酪 像黄桃乳酪酸甜甜的 有多那个黄桃的果干 这块 它这个糯米不是很甜 你光吃糯米能吃出那种米的香味 下一位 菠萝的 是没馅吗 好像 好像有馅 它的馅都在上 上面一层特殊 掉一桌子你看见吗 一层那个乳酪里边一层菠萝干 好香啊 这个其实我要昨天吃肯定绝了 我昨天买的时候刚出锅肯定巨好吃 好吃到虚焦 巧的味也太浓了吧 我怎么结果还吃到针子了 它不光有这个奶酥 看见 看见这儿 那块还有巧克力酱 买 爱吃巧克力的人真的 必然入 太好吃了 我对巧克力一般的人 我觉得这巧克力味太纯了 你吃你要吃多了 可能是确实挺腻的 就因为巧克力太甜太腻了 然后这个奶酥的奶香味 衬得到不那么甜 还有点解腻的感觉 对先这么说吧 五款我觉得都挺好吃的 比较喜欢这两个咸口之中 更喜欢这个切切烧吐司 菠萝桃子巧克力三个甜口的 我觉得菠萝的是更甜一点 感觉味道没那么惊艳吧 这两款我觉得 互相上下 有点惊艳 因为巧克力味道实在是太浓厚了 都挺值得尝试一下 好像没测详出什么理所然了 好吧